文部隊網球錦標賽受到大禹攪局 女單第三輪 大衛Venas Williams就受到波及 和俄羅斯女將Daria Casakina 一路糾纏到第三盤Type Break 還好大衛頂住壓力 一次正拍突襲 讓對手來不及反應 成功逼出賽末點 隨後揭發球 祭出強勁反拍 迫使對方回擊掛網 驚險勝出 踢進16強 而妹妹Sarina Williams貴為球後 卻同樣陷入苦戰 第二輪遭到同袍好手 Christina McHale的強力挑戰 第一盤McHale就在搶七大戰中勝出 儘管小薇刺盤扳平 但決勝第三盤 仍舊甩不開McHale糾纏 這球兩人互抽了超過13個回合 McHale的擊球落點刁鑽 讓小薇只能兩邊底線來回奔跑 這次反手拍的穿越球 終於成功讓小薇回擊出界 但球後 畢竟是球後 傳口氣之後 端出招牌暴力球鋒 賽末發球局連發三級ACE 終結比賽 小薇第一時間奮力怒吼 靠著全場十四級ACE的威力勝出 挺進三十二強 難單部分 第四種子的Stan Warricka 也陷入苦戰 因為他的對手是睽違三連 強勢回歸的Delpatro 這位阿根廷好手 摔先在第三盤第三局破發 強力殺球 封得對手武力交架 取得2比1盤數的領先 Warricka全場出現48次非受魄性失誤 讓Delpatro逮到機會 賽末點成功讓Warricka回擊出界 在兩小時四四分鐘的激鬥中殺進第四輪 高種子選手洛馬很意外 沒想到世界球王Nova Djokovic 更讓眾人跌破眼鏡 這場碰頭第28種子的美國Stan Quarry 首盤就纏鬥到搶七 儘管Joko硬是保住兩次盤墨點 但第十四局的揭發球 受限於對手的靈活打法 只能在底線疲於奔命 最後回擊掛網丟掉手盤 Quarry士氣大陣 率先在第四局破發 只用二十二分鐘就拿下第二盤 但這時雨勢也越下越大 比賽只能延到隔天再進行 就看0比2落後的球王 能否延出逆轉 超溫往南丹三連霸邁進 最後看到台灣好手部分 盧彥勳與塞爾維亞搭檔 在南雙首輪不敵波蘭與印度組合 以1比6 3比6遭直落2淘汰 也讓盧彥勳今年的溫網之旅 劃下句點